第十一个 副组件访问此组件中的变量 这叫REF REF在一会儿的课程中 我们也会说 我们现在先拿一个小例子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还是用副组件 子组件的状态 我们还是用这个 Ctrl C 直接在这上改块 那么首先我们看子组件 在子组件上 我们先看副组件吧 还是对 先看副组件吧 副组件里边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现在放两个东西 一个是子组件 这个子组件 然后Ctrl 还有一个呢 我们先把这个去掉 就是放一个 这是副组件里边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放一个input 然后这里面有一点 有一个语法 就是说 如果我代码里边 我想控制一个 我想去读 子组件里边的一些信息 当然来讲 你说input算不算 副组件里面的一个组件 其实也算 因为你看它跟child的 这个方式类似 所以来讲呢 首先我可以在这里 放一个ref 放一个ref 这个ref的话呢 是一个 就是一个名字 比如说这是react 叫react 然后上面这个呢 底下这个呢 ref呢 我叫做 dome input 这个名字是区分名字 其实无所谓了 这简直呢 好吧 叫到minput 这个里面的东西呢 回头一会儿 我们再去看 这个里面 它有一些 比如说type 等于text 然后我还想知道 这里边的一些value 比如说呢 那我就让它等于 等于一个值 我要让它等于一个值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 我就得怎么办 我先把这个删掉 这个地方 我得state里面 割一个值进去 我割一个什么呢 割一个 这个叫 dome input value吧 比如说 我给它一个 处值 好吧 然后这个底下呢 这个就是 this 点 state 点 dome 因为我其实到最后的时候 我想访问它的时候 我也能通过这个东西访问到 OK 这样 然后我们看child 这个是刚才的 这是副组件 然后子组件就相对比较简单了 子组件呢 就是我里边放一个state 就是反正一会儿供别人去访问嘛 我割个a就完了嘛 a还是25 然后的话呢 render里边 我们这个就不要了 然后在这儿呢 是input type等于button value等于 因为其实这就是一个表明 一个表明一个组件 比如叫确定吧 或者叫子组件 按钮 onclick也没有 我这里边什么都不干 我一会儿只是来讲 想在外面能够看见的时候 能够知道它的那个 拿到它的东西就可以了 OK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整个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现在是 整个把 就是这里面有两个 那么一会儿我去访问的时候 其实来讲 我能够去 访问到它里面的这个东西 能够把它显示出来 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那什么呢 那我就在副组件里 我在哪儿 能看见它 访问它呢 这个里面有一个 就是component DeedMount 我在DeedMount里边 我在DeedMount里 我concel点log就完了 我concel点log 那么就是说 在DeedMount的时候 其实来讲 我这次整个 这个parent已经画完了 画完了的情况下 这是我想知道 这是在副的组件里的情况 我想知道子组件里的状态 第一个呢 我想知道这个 在react the child里边的 这个 刚才我放的这个数字A 是多少 那么我怎么知道 第四点 refs 然后点 直接写这个东西 直接写它以后 就拿到了这个子组件 然后子组件里的state 你就能直接 就是你 因为这么说 Jasquade压根没有封装 以后会不会出封装 我不知道 现在反正是不会 所以你只要拿到 它那个引用 里边所有的东西 一个都跑不了 全都能访问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 input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拿到 比如 this.refs. 拿谁 Dome input Dome input 那么底下 它的value 我看看我们能 能拿到value 好 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 它 好 这个大家 看笑话 人发现 说这个 王校长 这边又出错了 好 这个错 是我故意安排的 首先有一个问题 这 你看看 这出来了 25 这出来了 对吧 底下这个呢 这啥都没有 这啥都没有 也正常 然后呢 你要想看东西 因为我刚才出实话 因为你这个value 拿的是出实话 我就啥都没有 对吧 那好 你要想看点东西呢 那我就给你放点东西进去 比如叫王校长 好吧 那我们来看 好 你刷 王校长有了 这还是有错 好 我现在把这个东西选中 我开始往里输 我把中国去掉 我把英文往里输 说啥都进不去 这个好像跟剧本演的不一样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 然后第二个问题 你看这 给你提了个错 field property type you provide a value property to a form field without an and change handler this will render a read only field if the field should be mutable mutable是可变的 就是可变的 有一个叫immutable 是不朽的 就是神族里边有一个单位叫不朽 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英文词是哪个 mutable use default value otherwise set other unchange or read only 就这个地方 它到底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说一下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呢 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至少这个块 组件下里面 要讲的最后一个概念 是什么呢 我们把它放在这 就是说我们要说一个叫做受控表单元素 什么叫受控表单元素 就是当一个表单元素 你给一个input 或者一个test error指定的value 给checkbox或者radio指定了check 给selected指定了option 指定了selected属性的时候 那么事实上这些表单的变化 不再由道姆本身来控制 而交由react来控制 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 就是如果对于input 如果你动了它的value 如果对于什么checkbox 或者radio 你动了它的check 如果对于一个select 这个select里边的option 你动了它里边的selected 这三折你只要动了 它就叫做受控表单元素 那么受控表单元素的特点就是 该表单的状态的这些元素表单状态的变化 是由谁来控制 是由react来控制 那你要想 你要想 它是一个非受控表单元素 怎么办 你别用value 你不用value可以 那么拿谁来替代呢 你去用defaultvalue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不要设定这个value是等于什么 你设一个defaultvalue等于什么 好 受控表单元素 非受控表单元素有什么意思 跟原来一样 那我们不干这事 我们就是要跟你受控表单元素玩 我就要让你受控表单元素 能够像我原来的元素一样用 对吧 你说你弄一个非受控表单元素 最后回头我所有数据都控制不了 好 对于一个受控表单元素 你要做什么 对于一个受控表单元素 你要做的就是 首先要处处化状态 那么处处化一个状态有了 我们在这里面已经做了吧 怎么老是装填 处处化一个表单的状态 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在这已经刚才 这处处化进去了 好 那么第二点他要干嘛 第二点 绑定 我们其实也绑定了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有有有有这个 把这个东西已经挪进来了 那么第三个是什么 我们要实现untchange 我们必须实现untchange untchange事件 那么untchange事件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untchange事件怎么做 首先在这 我们再写一个 这个这次写一个稍微 那个什么一点 别写iPhone了 看着 看着不能 叫handlechange handlechange里边 handlechange里边 这里边的东西啊 这里边他其实会给进一个东西 叫event 他给进这个东西 event来讲呢 其实来讲是干嘛的呢 是你 其实告诉你 他是触发了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呢 如果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不管他的话呢 我们就先console 我们看看他里面到底有什么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把event.event.target 点value 给出来 然后我告诉你 console.log 我都让你看一下吧 this.refs.down input 点value 和哪个 console.log this.state.dom value event dom input value 我们都放进来 我们整个都看一下 他是什么样的 然后在这呢 我们要绑定他 on change 对 等于 这个是什么 这个 应该 那个 看录播的同学 应该能写出来 this.什么 handle change.bond 第四 对吗 然后看一下 后边这个东西 起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 好 现在看了起来 正常了 然后 我打了个a 你看 这是刚才那三个 是event.target 那个.value 是王校长a 然后呢 进来的那个 我们看到的 第二个reference dom event value dom input value 是他 也是a 但问题是 现在受控的是react 他虽然增加了 但是 我强烈要求 value等于他 等于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没被设定 这个和这个 不是一回事啊 他等于他是说 这个东西往里复值 这个值变了 但是来讲 没有handle 疑问的 他会再把这个值 复回来 这个value 不会变 所以底下的问题 是说我们要 所以on change 要做一些操作嘛 你看现在这 我点b c 你看 他最后没法 进到这个里面 然后这个地方 也回显也不会出来 所以你要想让他 能够 有效怎么办 就是this.set state 什么呢 是dom event value 让他等于 哪个东西 等于 这两个任意一个都行 那我们选上面这个 刷一下 a b c b c c 他这个是滞后的 因为他 因为他这个 我如果把这个 放在这 你看着就 就舒服了 对吧 a b 那他还是没下去 他size data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没有 所以他是到后来的时候 才更新上去 但别问怎么样 他现在已经有了 而且他下一次 再出来的时候 能看得到 理解吧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ref 以及在ref里面 遇到的受控表单元素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操作 你见到那个错误的时候 应该知道 一发生了什么 第二 怎么去解决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你会发现 react是给了你很多 灵活的地方 很多东西 你又找到了 当年写程序那感觉 但是呢 也给你造成了不少麻烦 动不动就抽点小麻烦 反正你自己得会鼓的 你自己不会鼓的 他是不会帮你做的 这大概就是react的一个特点 所以如果说你 喜欢鼓的点东西的话 react的效率 确实还是不错的 感觉也好 但是如果是别的的话 那ok 那这个可能就 那你得花点时间了 ok 好 这是整个第三部分 然后就是 二维码或者什么 大家可以去关注 我到群里面去问一些问题 拿课程资料 也可以到公众号里面 有一个文章 那么里面有相应的云盘地址